其实我觉得叔叔这样的人 他真适合当老公 实在 确实挺诚实的男人 也挺有单打的男人 这你要是跟他还真相 我认为是内向性 应该不太会 行动方面应该是有 丑子那个人人品也不错 就听着说话谈吐 能感觉出来 这俩人烙得越来越热乎 都不忍心打断了 可俺们时间有一些 也得给别人一个机会 不行这个 你俩挺有复习项的 你俩都这么看了 有缘没有缘的 再来看演员 来大哥 再来选择一位好吗 是这个 大哥选择的这位是 10348号女嘉宾 你们说的什么 我们选五 我发现叔叔有点理工男 偏偏选的全是文艺女的 真的呀 哎呀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这个前一个会跳舞 对 这个会唱歌 天秘密的小的天秘密 好像花儿开在尺封里 大家好 我叫张立军 今年54岁 现在退休了 在家什么没干 原来在单位上班 然后现在退休了 做了六七年那月少 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 快八十了 然后他现在自己住 我那离他很近 我那上他照顾照顾他 我母亲也经常跟我说 你都这么大岁数的 赶紧找个伴吧 母亲说完以后呢 我也做了很长的思想斗争 终于鼓起勇气 参加了爱的选择 我离婚已经死六年了 说起我离婚的原因呢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完 我到现场再给你们说吧 呀 不灵不灵了 这个衣服好看吗 挺好看的 大阿姨这颜色是不是有点素啊 还有没有滑一点 这件衣服这边 好行 我感觉这种挺修身的 能选腰 行 那不你穿上 我瞅瞅 大美女登场 好看 腰形一下就出来了 是吗 这个小身材绝对都把叔叔给迷倒 那竞技严了 整体牵手成功呗 好了 加油 加油